大家好,我是豆小姐,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故事很短,却疏穿了人性 贾不喜欢吃鸡蛋 每次发的鸡蛋都给乙吃 刚开始也很感谢 这久而久之便习惯了 习惯了便理所当然了 于是直到有一天 贾将鸡蛋给了饼,乙就不爽了 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就是贾的 贾想给谁都可以 为此他们大吵了一架 从此学交 有一年很热的夏天 一群人出去漂流 女孩的拖鞋在玩水的时候 我上吊了下去,沉底了 到岸边的时候 全是晒得很烫的鹅卵石 而他们还要继续走很长的一段路 于是女孩就向别人全球帮忙 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人帮助她 她忽然觉得这些人都不好 都见死不救了 后来有一个男孩将自己的拖鞋给了她 并告诉女孩 没有谁帮你是应该的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别人对女孩 便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有一天不对你好了 便觉得怨恨 其实不是别人不好了 而是我们的要求便多了 习惯于得到便忘记了 感恩 傍晚有一只羊独自在山坡上玩 突然从树丛中穿出来一只狼了 要吃羊 羊啊跳起来 拼命的用脚抵抗 并大声的向朋友们求救 牛在树丛中向这个地方忘了一点 发现是狼跑走了 马低头一看 发现是狼一流烟跑 驴停在脚步 发现是狼悄悄的又不想上筐 猪经过这里 发现是狼 冲吓什么 兔子一瓶 都是这一般的一句 山下的狗 听到了羊的呼喊 急忙奔上托来 从草丛中闪吹 一下子咬住了狼的脖子 狼啊 疼得去叫唤 听狗唤气的时候 狼仓皇了逃走了 羊回到家 朋友们都来了 牛就说 你呀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的脚可以挽出狼的肠子 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的骑子能踢碎狼的脑袋 牛就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一声吼叫可以吓破狼的胆 狼说 他怎么不告诉我 我用嘴拱 你让他摔下山去 狗子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跑得快 可以传信啊 他就闹嚷嚷了一瞬钟 唯狼有狗 所以说 真正的友谊 都是花言巧语 而是关键的时候 拉你的那只手啊 那些整日围在你身边 让你有一些小关系的朋友 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 狗小姐让你 肯肉 能一起走过一年的 已经不容易 能坚持两年的 值得珍惜 能相守三年的 堪称奇迹 能熬五年的 知己 十年依旧还在的 应该挺进你生命 二十年不离不弃的 就是你的后天亲人 在这个善变的时代 请多留意你身边的朋友 多一分理解 少一点算解 学会感恩 别把对于好的人忘掉 是我们生命中 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朋友 还没看过小伙伴 请搜索微信邓小姐 关注邓小姐 更多精彩内容等邀 记住排名第一的才是解